现在的美国有两个最担心 一个担心是通货膨胀压力失控了 刚刚玉衡有说 所以也许在这个担心的情境之下 您看油价开始有人在打压吗 我们录影过程当中 现在最新的油价竟然开低 现在往下击杀 跌幅快要超过了1% 要从76掉到了75左右 第二个担心 担心债务危机 美国债务上限逼近 财长叶伦 我主持节目二十几年来 不曾看过美国财长这么紧张 so nervous 财长叶伦对外说 他说拜托拜托拜托 美国国会赶快调高债务上限 否则会爆发了美国或全球的债务违约 也就是金融危机 我跟大家把这个来龙去脉简单先说明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国债中 他们的在2019三月份定在21.9兆的国债 就再也没有动 因为当时国会说 你每年都在跟我要钱 所以2019三月份21.9兆 这天定下来说 两年后也就是2021的7月份 两年给你无上限的举债 知道懂吗 现在刚好来到了今年的7月份 两年时间无上限 那接下来呢 你还是给我无上限吗 就要拜托国会 旗展请上来 你看现在的国债多可怕 早就超过很多了 还有一个这个经济学家 卢比尼就讲了 赛物的标高 这等同于停滞性通访即将到来 就像一辆慢动作的火车 即将要撞山要失势 恐怕引发美股的崩盘 这个Mitski Moment 你还记得吗 还有Vocal Time 这全部都是危险信号 麻烦齐展 讲这两件重要大事 好 我们先讲第一个 就是美国的倔储上限的问题 那我们刚刚已经有说过了 美国国债现在已经超过28.5兆美元 28.5兆美元 那因为暂停债务上限 所以现在是没有的 你爱介绍30兆也随便 两年 对 但是但是有一件事很重要 其实他们还是需要国会同意 所以不是说你随便乱借 可是有个重点 因为国会现在要来去审说 如果到7月底的时候 你们要骂提高债务上限 发生什么事 我先告诉大家 第一件事情 如果我触发债务上限 就无法借新债还旧债 因为你不能再发债了 对不对 不能再增加债券区 拿钱回来 所以到7月的时候 到7月底最后一天 国会还没有通过说 国债无上限再延长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你就没有 没办法再发债 没办法再筹钱了 国家就没钱可用了 对 OK 那因为目前的财政赤字 今年跟去年预期 都超过3兆美元 所以你根本不可能 有钱去还旧债 那所以这时候呢 美国财政部 当然也不是傻的 他就赶快拿一笔钱出来 说我们最近存在 大概4500亿美元 当紧急现金 如果用完了 就会触发债务违约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还钱 我也没办法去借新的债 去还旧债 没有办法挖东墙补西墙 那就会触发债务违约 好 那美债违约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如果连世界上 目前最强大的国家 然后呢最安全的资产 都会倒债的话 那谁敢投资 为什么呢 叶仁会说金融危机 刚刚旗展那段话 它的因果关系是这样的 因为呢 美国发行公债 而且呢 根据统计资料 世界各国手上 握有的外汇存底 就是国家的 央行存款 外汇存底 大概呢 全世界各国 央行加总起来 大概有8到9成 都是美国公债 如果美国公债 现在呢 美国政府都欠钱了 还不了了 你买他的公债 他没办法给你利息钱 拜登没办法给你利息钱 你就抛售卖掉 他狂到货 那危机全世界就崩塌了 对 没错 那还有什么 可能引发美元的大跌 那各国经济危机 所以这个金融风险呢 是相当严重的 所以当然叶仁 身为现在财政部长 就要赶快告诉大家 时间所剩不多 大家赶快把它延长 不然的话 真的很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 但难道延长 就没有金融危机了吗 我告诉大家 延长还是有 他们延了好几次 对 延了好几次 那我们先看看 罗比尼他是讲 他看到一件事情 他看到了美国的债务狂飙 不光是我们刚刚说的国债 还包括了明天债务狂飙 再加上了通膨压力 所以很有可能会眼睁睁 看着金融危机爆发 而且无法处置 那他才会说像火车失事 火车失事就是 一个那么大的东西装上去 你怎么阻止它 你没办法阻止它 所以你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它发生 那就会变成两个问题出现 第一个叫做明斯基时刻 第二个叫佛尔克时刻 你不要小看罗比尼的那个 慢动作的火车失事 罗比尼是诺贝尔经济学长得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明斯基茂们的时刻 好 那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这个就是讲明斯基时刻 告诉你就是一个国家 甚至是一个市场 他们从原本正常开始慢慢变成泡沫化 到最后变成这个泡沫崩塌了 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 好 那我们这边 我们先用简单的念过去 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 那一开始呢 是市场都是稳健跟对冲 对冲对冲掉风险的投资人 那这样的情况下 现金是够多的 足够偿还所有的偿债义务 就像是一个健康的企业 他少很多现金 虽然我会去举债 但是我只要想 我债务都可以还得清 那我们就不会担心 这个企业的问题了 他后来变得开始有点投机了 收入足以支付利息 但不足以偿还本金 那就叫做什么 用了杠杆 那这时候当然就越投机 整个市场风险就越高 对 好 接下来的庞氏型 为什么叫庞氏型 有点像庞氏骗局 你就是在挖东墙 补气墙的概念 你的收入已经不足以 偿还债务的本金 这本来就还不起 连利息都还不起了 那表示什么 你所投资的 或者你手上的资产价格 必须要持续飙涨 你才能够避免破产 一旦跨越过这个时机 就会代表了资产的价格 跟整个社会上的信用机制 快速往下掉 这边就会变成 民司机的反向旅程 所以他的那个 Minsky moment 我们所指的就是从稳健型的这个经济体 走到投机型 走到庞氏型 到最后崩塌 我如果把他讲白话 这个地方 我现在夫妻买了一间的房子 房子可能是一千万 因为夫妻的总收入二十万以上 所以现金都够 利息本金都还得了 当夫妻都工作都有的话 可现在COVID-19的影响 结果老公没工作了 只现在老婆有工作 时薪还被减少了 月薪也被减少 所以利息还勉强付得了 但本金怎么办 两年过后我还不了了 房子可能会被银拍法拍了 这个地方更惨了 连我都被裁员了 夫妻都没工作了 差点没交 所以这些的房子到最后 根本只好搬出去会破产的 所以等一下 所以如果真的这么讲 这个美国基金会来到这种情况吗 有可能 所以这个时刻会发生在什么时候 最简单 开始缩减QE或开始升息的时刻 很简单 像你刚刚举的房移产例子非常好 这跟我想象中的差不多 但多了一个简单的概念 你可以把像投机型的 就是只付起宽限期的人的资金 宽限期只要付利息 不用付本金 所以他是投机 那到这边 其他宽限期也付不出来 他只能期待 我今天买房子 后天就会涨了 我赶快把他卖掉 我可以赚钱 对是不是 那如果没涨 他马上要破产 所以呢 如果你持有房子的成本 在一升息的时候 成本大量暴增 那你就把什么 你的房子就必须要见价抛售 你不见价抛售 没关系 银行会帮你把他法拍掉 所以罗比尼亚也等同于 他看到了股市当中 现在的投机 包括了借钱买股票 这些的当冲 这些投机的比例太高 所以你希望股市天天涨 你可以赚到钱 股市一崩盘 或者一收资金 利息才拉高了0.3或0.5 你马上付不出利息 这个因为太大的占比 所以马上就啪掉下来 没错 那就是整个资产泡沫崩塌的时候 所以你说美股跌而已 其实不止美股跌 有可能会引发整个房地产市场 整个信用市场全部都崩塌 那所以会进入到下一个时刻 因为这个很正常 这个资金泡沫常时常发生嘛 但是如果再加上通膨 那就会更危险 真的 为什么呢 很简单 我们开始讲 为什么有加上这个佛伍克时刻 很简单的概念 这个佛伍克是谁呢 他是美国前年总会的主席 他在1970年1980年代当主席 那时候呢 因为他在1980年代快速的升息 导致美国短时间内就出现了快速的衰退 两次 那为什么他不那么重要呢 因为其实你看 这个是我们抓从1977年到昨天为止 美国的GDP年增率跟CPI年增率的走势 蓝色是GDP 红色的是通膨率 对 没错 好 那你可以发现 其实那你还可以看到 这边有灰色的地段 灰色的段 灰色的段是衰退 经济衰退的时间点 对 你可以发现其实是什么 经济都会成长一段 慢慢回来在这边衰退 经济成长一段衰退 经济成长一段衰退 你看如果从去年年底 去年年中出现了 Covid 19之后 经济慢慢起来 经济慢慢起来 通膨也上来 所以如果你看 现在的经济是比通膨还要低 所以如果通膨持续往上 那经济往上 可是为了他要压通膨 那怎么办 升息 那你经济就已经追出通膨了 那又升息就算你通膨被压下来 经济可能掉更多 这时候又变成下一次的衰退时刻 现在经济都不够稳 就会怕一收资金通膨压一点点 但是经济蓝色掉更快 对 没错 那你觉得会吗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联准会非常非常的保守面对 所以我会观察两个大重点 第一 联准会收资金的速度 那预期现在 我现在的概念 现在市场预期 联准会花一年左右的时间 结束量要宽松 明年年底升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市场上可能还可以接受 那可是如果联准会用更快的速度 去升息的话 那就表示什么 收资金的速度比想象中更快 有可能就会造成了 经济还没有完全的复苏之后 就被压下来 糟糕了 那昨天如果你有看前线 昨天有一个总经济家议庭 我问他了 因为现在呢 你看联准会其实已经悄悄有动作 本来是说2023才会升 接下来呢 这在报告写 2022的年底 可是呢 以通膨的速度来看 昨天得到的资料 这个专家说的啦 有可能是明年的年终 请问 如果在明年的年终 您刚刚的担心害怕 是不是就会发生 有可能 真的喔 所以Volker跟那个Meskin都会发生 应该是这么说 两个选一个先发动 那如果呢 比较好的情况下 是明基事实有发生 但是经济有撑住 所以是只有股市修正 但没有进入第二次衰退 那比较不好的情况下 就是这样 就是股市下来 那经济也跟得下来 好 回到第一章 我要个答案就好 我现在呢 打赌 美国国会 绝对会拉高上线 无上线 应该说国债无上线 时间在拉长 因为呢 他绝对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我的揣测有可能吗 因为太恐怖了呀 你觉得 我相信你的想法是对的 因为现在总统是民主党的 对对对 然后议会两院 基本上众议院是国 就是民主党的嘛 参议院需要副总统 出来做最后决定 但基本上也会没问题 所以其实 叶伦要告诉大家 你们不要放得太轻松了 还是违约时刻 但应该可以撑过去 好 应该可以撑过去 所以美国经济 现在复苏力道加强 我们就继续等待答案了 美元指数 麻烦齐展帮我画一下 因为如果收资金 美元指数会先说话 美元指数 是不是在暗示着 要提早收资金 我相信我的概念是 他透过这个打底 告诉大家 在缩减QE的情况下 美元指数会反攻 但是至少要什么 过到93.43上下 过了之后才算是大家觉得 确实会提早收资金 所以美元提早往上进攻 所以我如果说 而后的美元指数 如果过了93.5 就几乎预告着 2022的明年的年终 铁升席对或不对 感谢齐展说的精彩 请回座 观众朋友 这件事情我本来拟定题目 没想到齐展这么一击 突破让人害怕的 第一个重点 所以叶伦为什么要趴在前面 因为他看到一些的恐怖事情 美国债务上限危机在零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回到我们的引言图 很简单 现在的国债早就超过了目标值 2019的3月份 那时候国会通过两年的时间 到2021的7月份 今年的7月份 年7月底到期 这两年就让你美国政府官方 无上限的国债 但7月底如果再不拉高 无上限的时间 那么你还是会破产的 你还是没钱可用 因此第一张刚齐展有说 如果真的都让政府没钱可用 完蛋了 白宫可是会关门的 我看过白宫关门两次 所以如果你真的放任他不管 还真的不把这个国债的上限 在时间 无上限的时间再把它拉长 那么这个罗比尼所提到的 两个重要关键时刻 第一个是Minsky Moment 也就是齐展刚刚说得好 现在美国股市包括了美国的房市 已经出现了庞市型的很恐怖的紧绷状态 过度投机 过度炒作 过度飙涨 你看现在美国股市不都创历史新高吗 如果像这种情况 这问题再不给他钱来解决的话 那可是会崩盘的 还有另外一个再加入了个通膨 通膨刚刚齐展说得好 请看右边就好了 通膨现在是比经济复苏力道还来得猛跟快 如果通膨失控怎么行呢 提早升息 压红色的通膨 可是经济没有那么强 还是很脆弱 可是会打更深的 这就是齐展的担心 回到了美元 结论就是如果美元真的会快速升过了 就3.5的话 那么几乎铁定答案 明年不是年底 而是年中 升息速度会提早 这就是我们最害怕的地方 我们盯着看了 提展影响结论对吗 100分 感谢您 进广告回到现场之后 最后压轴这一题是为您而选的 台股来到了万八 来回剧烈震荡 今天剧烈震荡高达224点了 所以您股票能够乱买吗 能够乱挑吗 麻烦您现在的股票 一定势必要拥有多重题材 才叫做好股哦 什么意思不太懂 金正大哥教了